大家好,我是别远又来了 今天起床晚了,昨天睡的晚,今天起了一晚 咱们还是继续瞎聊吧 现在这天说黑就黑了 我家附近也没什么好看的地方,你懒得出去了 那么今天聊什么呢 最近刷到一个话题 看到一个说法 说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 几乎已经不可能有纯粹的爱情了 我看底下有很多人留言说 对爱情绝望了 宁愿一辈子单着也不想 随便讲究 恕我之言 爱情这个事得看命 说白了就是庄大运 你看我都提前说了,今天是瞎聊 所以 各位就是 以下这些话,各位千万别当真 听个乐就行 有句话叫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 这话貌似很识快很光丽 但是你仔细想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都是什么样的 我30多了 我们那个时候 年轻人谈恋爱有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大家都羞于说我爱你 通常的表达方式是我喜欢你 只说喜欢不说爱 大家别想多了 小孩子懂个屁啊 肯定不是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 爱情很稀有 表达的时候要慎重 而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 说白了那时候 谈恋爱还就是 互相跟风 耍酷 有样学样 很多年轻人 就是年轻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谈恋爱 特别容易陷进去 分手的时候闹得死去活来 有人更夸张 说几年都走不出来 我就纳闷了 谁没失恋过 这事难过是难过 但是有那么难过吗 其实你只要想清楚 两个问题 就能立马搞清楚 你到底为什么难过 首先你是怕错过 这次 这次没这点了 是吧 他是世上独一份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没有人 没有人比他更好了 还是因为 对方不珍惜你 不珍惜你的付出 你内心受不了 我敢说 大部分人 擦干鼻涕眼泪 放下自我 站在对方的角度上 想一想 其实你爱的是你自己 你难过 你伤心啊 都是因为你的自重心 和战友欲 没有得到满足 你看市场上有很多 关于爱情的解读 是吧 抖音上啊 短视频 各种的情感播出 解读来解读去啊 最后说累了 来了一句 遇见爱遇见心 多不稀罕 稀罕的是遇见理解 你看 最后跑了理解这个词上了 很多人啊 喜欢这句话 重点就在于 你得理解我 而不是我得理解你 朋友们 人往往就这么自私 没办法 人性如此 这个世界 当然有那种 心有灵犀的爱情 两个人一见面 干拆烈火 互相看对方 哪哪都好 怎么那么好 真心的喜欢 互相包容 理解 这种肯定有 但是太难得了 人间不常有 说真的 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 从理论上来讲 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完美的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但问题是 你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就是你急着要找他的时候 你不知道在哪 茫茫人海 你遇不到他 就算遇到了 你能保证你们是在对的时间吗 说不定 别人正带着孩子逛街呢 是把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被你撞年了 或者都已经两病白白了 荷尔蒙都蜂蜜完了 就是你们见了面也没什么激情了 好吧 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啊 就算你们年纪轻轻遇到了 是吧 干拆遇上烈火 关系你们 那然后呢 是不是要一起过日子 还是你们要保持自我 是吧 到了点 各回各家各找干嘛 那么在没有共同相处啊 没有一起生活过的情况下 就这个爱字啊 不管是从你的口中说出 还是从对方的口中说出来 你们蒙心自问啊 这个爱 它有一点风量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啊 动不动就说 还未兴所控啊 要死要活的 但是如果你真让他们 在一起了 一起生活 我估计大部分人啊 都经受不住生活的考验 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 就比如说 吃不吃香菜这样的小事 都能打败他们所谓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不就是搞笑来的吗 我真没夸张 小青驴同居吵架 能有什么惊天动力的大事啊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人心不足 都在那胡闹哈 说实在的 大部分人谈恋啊 都是被荷尔蒙冲红了头脑 这是还是年轻啊 我把人类的繁衍本能 当做是爱情 我前面有个视频 说我以前是丁克 为啥后来后悔了 除了那些有的没的理由之外 还有逻辑上的 我说服不了自己 你看好两个人遇上了 是吧互相喜欢 这很好 那你们要不要进一步加强交流 不需要那就是朋友 需要那你们 要不要一起过日子 不过就是夜情 过那要不要结婚呢 不结 你看这还是算流氓 结那就是一起过日子 哎呀反正吧 任何爱情啊 最后搞到最后一定是过日子 特别用俗 这个事是无解的 好对他的爱情啊 就是最后一定会通向 云俗的生活 如果你不想要这种生活呢 那只能不停的换人耍流氓 当然了云俗的讲 这叫耍流氓 时髦一点 这叫自由恋爱 我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对了我也没有贬低生活的意思 其实从事实上讲 云俗的生活呀 比爱情难搞多了 是吧 结婚啊牵扯的事 可多了去了 人类 绝大多数就是 重要的活动啊 意义啊 还有体验啊 都是围绕着这个家庭和婚姻展开的 而且从权利上来讲 谈恋爱啊 没有人保护你 你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结婚呢 还有法律为你保驾护航 说到好像我在这退销 婚姻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单身万岁 是吧 单身万岁 总之吧 如果屏幕前的你 正在卫星锁共卫星锁伤 或者曾经卫星锁共卫星锁伤 希望你今天听我下聊之后 能让你的痛苦有几分缓解 哎呀爱情啊 就这么回事 说穿了可能你就好受了 我之前看过一个公益广告 讲的是一国恋 就是两个人啊 你讲你的语言 我讲我的语言 但他们依然相互扶持啊 走到了白头偕老那一天 我知道这是广告 但是 就是这是广告 但是现实观中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啊 什么这么长时间还学不会对方的语言 我觉得重要是 我觉得重要是 这个广告宣传的道理是对的 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真爱啊 对普通人来说就是漫长的相处 两个人相濡以沫 培养出来的那种亲情 这事一点也不稀罕 好像我们身边啊 到处都有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爱情啊 虽然 没有那些文学作品里 电影电视里啊 那么轰轰烈烈 那么有实行画意 那么浪漫 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爱情啊 经历过生活 生活和时间的考验 双重考验之后 反而啊 是所有爱情里 最坚固 最真实的 也是 最值得珍惜的 是吧 你看现在的人吗 动不动就离婚啊 吵个架啊 说吐露嘴了 封手吧 然后就封手了 有了孩子那也是 说离就离 说封就封 是吧 自我多重要 自己多重要 不管以前两个人 是吧 说过什么山盟海誓 到封手那一天啊 手段一个比一个狠 都成仇人了 所以 那些忘不了前任的 还现在爱情神伤里 爱情里神伤的人吗 你 真的啊 爱对方吗 还是因为 就是对方啊 没有照顾到你的自动性啊 你受不了 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啊 好了 今天 就是瞎聊啊 大家千万别当真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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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